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则来自XEOs的独家新闻 新闻的主角是小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Jr. 他在最近一次采访中透露了自己在父亲可能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的一个特定希望 在这次采访中 小特朗普对XEOs的迈克·艾伦 迈克·艾伦 表示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即将到来的11月大选中赢得连任 他希望能对总统过渡期的任命决策拥有否决权 这意味着他不希望在政府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 但他希望能够制止那些他认为可能对特朗普政府造成负面影响的人进入政府 小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XEOs House活动中明确表示 他并不寻求掌握任何实际的权力职位 而是想要阻止那些坏人 具体来说 他希望避免那些他认为会成为灾难的人进入政府职位 他表示 自己不在乎挑选谁来填补这些职位 只想确保那些不诚实的人和那些只是假装支持特朗普的人不会被任命 这一观点表明 小特朗普希望自己在未来的政府组建过程中扮演的是一种守门人的角色 他说 你们挑选合适的人 我只想拥有否决权来剔除每一个这样的人 他还补充说 第二个特朗普任期的一个重要优势是 现在我们知道那些潜在的政府官员是谁 这表明 小特朗普认为 通过第一任期的经验 已经可以更好地识别和筛选那些 可能对总统施政造成困扰的人 目前的情况显示 小特朗普已经在幕后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 为他所支持的共和党人进行游说 例如 他亲自为俄亥俄州参议员掘地 Vance被输支持后者成为特朗普的竞选伙伴 这种政治影响力表明 小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 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声誉和影响力 进一步了解 小特朗普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 时间是在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之前 这一安排也进一步突出显示了 他在共和党内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从多个角度分析这则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背景和观点 首先 小特朗普希望拥有否决权的愿望 揭示了他对特朗普政府内部动态的深刻认识 显然 在第一任期内 特朗普总统的团队中 发生了多次人事变动和争议 这些经历可能让小特朗普更加警觉 愿意采取更主动的措施来保护父亲的政策和施政目标 其次 这也反映出小特朗普在政治中的角色定位 他并没有追求直接的权利 而是选择在幕后发挥影响力 这种角色定位与传统的政治家有所不同 显示了他对政治权利运行机制的独特理解和策略选择 此外 小特朗普的这一立场 也引发了关于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讨论 拥有否决权意味着 他可以对关键人士决策施加影响 但这种权利并不受公众监督和制约 这可能会引发人们对这种潜在权利的不安和质疑 担心这会导致政府决策的透明度降低 甚至会出现权利滥用的风险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 小特朗普这一表态 也反映了特朗普家族在美国政治中的独特地位 特朗普家族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 和他们在政治中的活跃参与 不仅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而且在现代全球政治中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它显示了一个家族 如何通过共同的政治理念和目标 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最后 这则新闻也让我们关注到共和党内部的动态 小特朗普的发言预示着共和党未来 可能会有更多的内部审查和筛选机制 以确保党内人士安排 更加符合特朗普政府的施政方向 这可能会导致党内的派系斗争进一步加剧 但也有助于巩固党内的统一和一致性 总的来说 小特朗普希望对总统过渡期任命决策 拥有否决权这一愿望 揭示了他对保护父亲政策和施政目标的强烈意图 也反映了他在共和党内部的影响力和角色定位 然而 这一愿望也引发了关于政府透明度和权力制衡的讨论 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这一新闻背后的更多细节 请大家继续关注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Axios报道指出 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表示 如果他的父亲唐纳德、特朗普总统 在2020年11月的大选中赢得第二个任期 他希望对总统过渡期的任命决策拥有否决权 他强调他不寻求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位 而是希望能够阻止那些 他认为不适合或有害的人进入政府 这一点尤为重要 因为小特朗普认为拥有否决权 能够有效过滤掉那些可能成为灾难的人选 他在接受Axios的迈克·艾伦采访时指出 他希望阻止那些说谎 或假装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人 保证挑选出的候选人 能够真正推动总统的政策和目标 他认为这样的机制将是第二个特朗普任期的一大优势 因为经过第一个任期 他们已经对潜在的政府官员 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目前小特朗普已经在幕后 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为他支持的共和党人 进行游说活动方面 例如他亲自为俄亥俄州参议员J.D Vance被输支持其成为特朗普的竞选伙伴 这表明他在共和党内部 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行动力 小特朗普的声明 是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做出的 他将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并在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之前登台 这进一步显示了 他在共和党内部的角色和影响力 尽管他不寻求正式的政府职位 他的话语和行动仍然具有相当的分量 总的来说 小特朗普希望利用他的影响力 来确保在第二个任期内 政府中不会有不适当的人选 以防止潜在的政策和执行问题 他的这一战略 可能会在未来的政治决策中产生重大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让我们先来谈谈小特朗普想要的否决权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因为他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坏人进入政府 这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的 比如古罗马的共和政体中 有两个执政官相互制衡的机制 避免一人专权 小特朗普的否决权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制衡机制 确保政府人员的质量 这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 未尝不是一种保障 楚天书 你这说法真逗 小特朗普想要否决权 那这不就是一种独裁的苗头吗 即使他的初衷是好的 但这种权力集中在一个非官方角色手中 是极其危险的 这会让人想起德国历史上的魏马共和国 当时希特勒通过类似的手段 逐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再说了小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已经不小了 他还想要更多的权力 是不是有点贪心了呢 谢奇奇 你这是在起人忧天啊 小特朗普的否决权其实是为了避免那些假支持者混入政府 这与希特勒完全不同 他不是在扩张自己的权力 而是在帮助他的父亲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你看美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家庭成员在总统任期内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作为司法部长 他为美国的民权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小特朗普的否决权能够帮助筛选出真正忠诚且有能力的人 这对国家有利 楚天书 你这一番话听起来像是一部家庭剧 你说的罗伯特·肯尼迪 那可是正式任命的 经过参议院确认的司法部长 而不是像小特朗普这样一位没有官方职位却要掌控否决权的影子人物 再说了 谁来决定什么是坏人和假支持者 这里面的主观性太强了 没有透明度 反而会造成更多的混乱 这种情况下 小特朗普的否决权更像是开了一条进退自如的后门 说不定他想要的只是更多的控制权和话语权罢了 谢琪琪 我觉得你过于悲观了 小特朗普的否决权其实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内部监督 就像企业中的审计部门 专门负责检查和纠正内部问题 并不是要扩权 要知道 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纠葛非常复杂 有这样一个制衡机制 反而可以减少这些问题 你看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他就经常以非官方的身份参与各种会议 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特朗普的否决权或许也能带来类似的正面影响 楚天书 你这一比喻可真是妙到好点 但企业的审计部门可是有完整的制度和程序 而小特朗普的否决权根本没有这些保障 这更像是开了一个皇亲国妻专属通道 让一个人在背后操控 这根本就是违反了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 况且 本杰明富兰克林可不是因为家族关系才获得权力的 他是靠自己的智慧和贡献 小特朗普的否决权 只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家族政治的闹剧 而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内部监督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 variations incorpora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